超商選購 哈囉 大家好 又到了教練我要剪中的單元 今天教練想要教大家如何到超商選購適合自己的便當 超商便當它其實都有營養標示 所以我們主要看營養標示的內容 那看營養標示有三大重點 第一個 我們要先了解整個便當吃完的熱量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是看熱量 第二個呢 就看食物的均衡度 是否有什麼樣的蛋白質 脂質 以及彈學化物 第三個就是要看納含量 你的奶量太高 那就可能當作水腫的問題 這三個是我們來選購便當或是餐點是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今天準備兩樣餐點 第一個是豬肉水餃 那第二個就是咖哩雞飯 那我們一起來針對乾營養三點來做我們一個評估吧 看到豬肉水餃的部分 一盒它的熱量是486大卡 以減量來講 常會建議攝取在400到500大卡左右 所以一盒486是可以的 第二個我們要看它的均衡度 是否有適量的蛋白質 脂質 還有淡水化物 蛋白質一盒是17.2克 大概是兩份半左右的蛋白質 那脂肪的部分是26.8 近五份的油脂有點偏高 碳水化物43.8克 大概是三份的澱粉量 還算合理 第三個我們要看它的鈉含量 鈉含量是748毫克 大概佔於一天的三分之一 所以還是蠻合理的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這個咖哩雞飯 整個熱量攝取是651大卡 它是偏多的 蛋白質17.1克 大概佔2.5份左右 脂肪43.9克 大概是三份的油脂 它對咖哩酥肉是少一點 是比較好的 那碳水化物超達114.8克 將近有8份的澱粉量 所以這一份的澱粉量算是相當的高 鈉含量有1590毫克 已經在了一整天的一半以上 以咖哩雞飯來講 碳水化物量還有熱量還有鈉含量 都是相對比較高的 這兩個便當來選擇 其實豬肉水餃它的熱量還有它的 碳水化物還有鈉含量是相對 咖哩雞飯來的少 比較適合要減重的朋友來使用喔 那如果大家還有更多減重相關的問題 可以在下方做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